要让听损人话说得好 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学龄前语言治疗的黄金旗 而教孩子开口说话的工作 除了靠听觉口语老师之外 另外一个更关键的人物就是家长的配合 可是当妈妈是新著名 中文也说得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来看越南籍妈妈黎金娟 为了教导她的听损儿下了哪些苦工 从一个字都不会说到现在中文这么六 学好中文对新著名来说其实真的不容易 但对黎金娟来说她没有说男的权利 因为孩子的未来不能等 一岁半才发现新肝宝贝是听障级重度 两岁开了人工电子耳 而为了把握早期疗愈 也开始进行每周一次的语言治疗课 这时候婷宇是小小学生 她就成了另一个大学生 爸是一个红 爸爸的八 那个下面 要记下上课的重点回去才能教孩子 但常常碰到不会写的字 除了问老师 手机也是她的另一个好帮手 而上课的重点她真的都有吸收进去 回家一定会照着老师的教法 就是让听障儿从生活中学说话 另外对于教材 黎金娟更用心 你可以问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冰淇淋 冰淇淋 爸爸这是什么 这本书用了婷宇最喜欢的冰淇淋图片 让她学呸的发音 不只这样书里头还有 汉堡 汉 薯条 可乐 好棒 还有呢 还有好多其他的图片 大大增加婷宇认知以及学习的乐趣 把那个纸背纸那些都可以做 我就拿来做的 那个图片里面都是 我选上没有那么多照片嘛 我就拿那个广告纸来做 环保做教材 老师每教一个注音符号 妈妈就会做成一本书 37个注音符号就有37本 做完全部花不到100元 但却整整花了黎金娟 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妈妈用她的勤劳 去补她的语言上不够的地方 但是也因着她的勤劳 所以她的孩子的那个语言进步 其实是我们觉得 程度上还算是蛮不错的 我的亲口很值得 我很开心 只要家长不放弃 听损儿就能够跨越声音的凡理 开口把话说好 记者程秀林 郑凯卫 新竹报导 艺人贾静文跟前夫 争夺女儿监护权的官司 搬上了立法院 因为台北地方法院 日前裁定 是由双方共同监护 不过大部分的时间 小孩都是住在美国 只有在暑假的时候 才有机会跟母亲相处 这样的判决让贾静文不服 昨天有立委举办了公听会 而艺人陶金莹也出席 他批评法官没有将心比心 这件官司不是贾静文的家务事 而是所有台湾女人 都有可能会碰到的困境 艺人贾静文的监护权官司 从美国打回台湾 台湾法院最近裁定 由父母两人共同监护 贾静文只能在固定时间 前往美国泰式女儿 台湾法院的判决 同为艺人的陶金莹 今天在立法院公听会上 表示相当不能接受 我胸口非常的闷 为什么 台湾的法律原来是这样子的吗 我都不要怕我将来会不会遇到这件事 请问未来台湾社会有多少女性 还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们有将心比心吗 比较台美两国的判决 美国法院将孙志浩 私自带走无头妹 视为辱人勒赎 当庭要求男方交出小孩跟护照 但台湾法院对这部分 并没有审查 而有关贾静文被家暴的争议 台湾法院也并未纳入审查 至于双方的经济状况 美国法院认为女方必须去工作 不可以加以责备 但台湾法院则将 男方家族的经济条件 视同孙志浩个人的经济状况 妇女团体批评 台湾法官在审理离婚官司 还是充满了性别歧视跟刻板印象 贾静文小姐 她的经济条件 已达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仍然不敌男方 她整个家族财力的一个优势 这种法官潜在的性别偏见 这是女权会所担心跟忧虑的 也有学者对于台湾法官 亲率采取共同监护 相当不以为然 法官判决这两个人 已经完全撕破脸了 要共同监护 而且两个人还是分别在 台湾跟美国两地来共同监护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共同监护的判决 我个人会觉得 显然并没有像欧美那么慎重 虽然台湾法律在监护权审理上 以子女最佳利益进行审拙 但面临未成年 尤其是七岁以下的幼童 还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官司 如何保障未成年幼童的最佳利益 也因为贾静雯的这一起判决 引发外界的关心 记得陈淑军 取正俊台北报道 结婚比单身好吗 国内一份调查研究显示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 同意结婚比较好 不过这其中 女性同意的比例不到五成 学者认为 应该可以借由婚前教育 鼓励更多人走入婚姻 教育部已经将婚姻教育 列为100年度家庭教育主轴之一 将会加强各个县市家庭教育中心 开办相关课程 男女为什么想结婚 根据一份国内的学术研究调查 台湾有近六成的人认为 结婚比单身好 人生下半辈子来 可能就是有她在陪伴 很累的时候有一个肩膀可以靠 她是那个肩膀 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经济上 她说都是一个肩膀 不过比较男女对婚姻的认同 女性认为比起单身 结婚比较好的不到五成 因为工作跟家庭的冲突 或是说育儿之后的压力 甚至亲属相处 相对于女生 我想可以理解 学者认为女性承受生育责任 走入另一个家庭等等压力 结婚意愿比较低 其实可以透过婚前课程学习 对婚姻生活预做准备 婚姻中比较大的困难 都来自于问题解决能力跟沟通 那如果我们能够有比较好的学习跟预备 他应该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民国92年通过的教育法 第14条就明定 县市政府应该针对 适婚男女提供至少 4个小时的婚前家庭教育课程 但是调查发行不到6%的民众 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其实目前各县市的 家庭教育中心 都有咨询专线 也定期开设相关课程 只是懂得利用的民众并不多 因此教育部已经将婚姻教育 列为100年度的家庭教育 主轴工作计划之一 将请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 加强开办各类婚前教育课程 以鼓励民众认识婚姻 不怕结婚 学习沟通和解决问题 记者王秋晨信龙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房子有关的手语 每个月缴房贷 是很大的负担 手语的结构是 房子 分歧 每个月 负担 很 在一边的肩膀上 两手像捧着沉重的东西 表情也要露出吃力的样子 就表示负担 每个月缴房贷 是很大的负担 肯定帅 土申 土申 believed